年轻人们还热衷于走演绎的道路吗 我劝退每一个不是这个领域的同学来投身这个领域 可放在东西里我怎么把他掉了 我便站在他手里丢了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他就是女主 天空掉下一个修图式蜜粉 说修图式蜜粉 也腻毛孔嘎嘎牛 我非常喜欢你在台上的表达状态 他可以调动你的情绪 对 所以这个对于一个短视频来讲太重要了 我想展示的就是 我对营销到一些理解看法 这个创意是你超的吧 超的 上面全是超的 特别理直气壮的说 我们做东西就是超 你太敏感了 内容上面能获取流量的价值 我认为有什么不对呢 制造冲突上它是挺厉害的 已经创造了好几个冲突点了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 我是大卫 欢迎各位企业家 欢迎你们的到来 同样还要欢迎我们的老朋友 人力资源专家 王雅云老师 同样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位新朋友 那就是我们的青年作家 职场观察员 文杰儿 欢迎你 欢迎杰儿 好 下面我们来看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 没条件 创造条件 讲一句话 没有困难 制造困难也要上 没条件 创造条件 好吧 让我们掌声有请 苏金灿 二十一岁 内蒙古 医科大学 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 本科在读 尊敬各位企业家 各位老师好 我是苏金灿 同时呢 我也是新时代青年 那作为新时代青年的我 我积极乐观 喜欢表达 同时呢 我也是一个喜欢挑战自我的人 我的这个硬币宣言呢 就是说 试金最总会发光 不是也要发光 我的求职 意向实习单 实习呢 是这个 影视话题表演 以及这个健康管理的相关工作 谢谢大家 好 欢迎你 是金子要发光 不是金子 创造条件也要发光 倒是和您的这个 求职宣言 关键词不谋而合 对 是的 老师 你指的没条件 是什么 对 条件不具备 我的没条件 主要是指我的家庭条件 无法支撑我的这个演员梦 学习我喜欢的表演专业 哦 明白了 我想请教一下吉尔 现在年轻人们 还热衷于这个 走演绎的道路吗 我真的想说就是 因为我自己是做影视投资的 这样说可能不好 我劝退每一个就是 不是这个领域的同学 就是积极向上的来投身这个领域 那完了 你让陈一峰盯上了 陈一峰坚定地支持 每一个投身这个领域的年轻人 是这样子啊 其实我对于演员的要求 除了你是专业院校毕业的之外 同时我要吃你的贴脸程度 这个东西是它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老天爷赏饭吃的身份在 同时 现在你要想 我们每年有这么多什么北电中系的 就是这些学生来我们这面 面完了就是 它不一定结果是好的 因为现在的专业 我们对专业的要求太高了 我们以前拍分账剧的男女一 男女主 现在已经去拍短剧的男女主了 第一个年轻人竞争比较多 对 第二大量的这个比他们水平强 有资历 有作品的演员也开始下沉了 对 同时就是作为出风来说的话 我要的是宣发先行 而在现在的这个赛道和夜谈下 如果你本身是没有流量的话 懂了 对 我就不建议你从零开始去从事这个赛道 那你的第二个关键词 创造条件 是为你圆自己的演员梦去创造条件吗 对 是的 老师 你现在本科在读 对 我本科在读 那你要创造条件 只能是利用在校的业余时间 对 你学习成 怎么样 我就特别担心你因为这事影响了学习成绩 在大学期间 我取得了自制区励志奖学金 以及校级三好学生 这样的等容易充号 那你喜欢你的专业吗 我喜欢的 老师 那如果是影视表演演员 跟你的专业你更 比如说它的优先级你是怎么思考的 优先级我因为这个表演的梦想 是从小坚持到现在的 所以说我更喜欢去 表演 对 去表演 因为我想就是说 你有演过什么剧什么的吗 只演过一点点的就是小短剧 就是都是在短视频上发的 明白 你今天有带来什么表演的片段吗 有表演片段 结束了吗 对 这是我截取的其中一部分 你为什么会放这一段给我们看 它其实体现不出我的演技 但是放这的原因是因为 它是我第一次通过演戏挣钱了 并且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演戏这个过程 你今天一共就拿了这一个片段对吗 对 是的 老师 因为你今天是来求职的 那我从一个比如说面演员的一个程序 我来告诉你 你这一段的求职视频是失败的 为什么 第一点 这里面看不到你任何的 生态洗脚的东西没有 你还不准备一段你自己的 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来证明你的能力 会更有效果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非常明显 很短的一个小视频里面 她就是女主 没有讲话台词少 就不能表现演技吗 这是第一 对 没有表现台词少 就是不能展现演技 是 就是但是这是她唯一演过的东西问题 对吧 她唯一演过可以呈现的 她其实她呈现不了 没有机会 她有机会 她那个建议很好 她说你如果觉得这个东西 我手里有一个能 有一个东西 但它呈现不了 不如我带一段 我能表演的东西 既然是来表演的 这有舞台 她一定也准备了 但是她现在就给我们 最起码证明她有一个上过荧幕 上过大屏幕的机会 我们以前也来过就是找表演 岗位的求职者 好像这个行业鱼龙混杂 对 也有这个被骗的经历 对 小燕 我就看她这面相 我特担心 就这孩子挺单纯的 对 我觉得她就是那些 骗子的目标客户 眼睛里都扑闪着那种 快来骗我呀 这样的 这就是为什么 我想劝退她的原因 对 我希望不要发声 但是我得问一句 你遇到过骗子吗 老师 我遇到过好多 她成功了吗 成功了 是她成功了 还是她们都成功了 她们都成功了 来吧 说一个 你觉得自己被骗得 最惨的经历 在2022年的时候 有联系北京的一个 传媒公司 一开始是先把我刷掉了 但最后呢 他们公司出来一个老板 说 小姑娘 我特看好你 我们想签你 但是呢 因为你自己是素人 然后又没学过 本科学的不是这个 你需要教培训机 我说 老师可以 但是我想知道培训机多少 她说 四万 我说 四万 我说 老师 就是我现在还在考虑 我说我可不可以少演 或者什么 她说 傻孩子 四万培养一个演员 多便宜啊 然后我说 老师不行了 交不出来 然后她说 那行吧 我本人特别看好你 我自愿出一万 你出三万 然后就是 我说三万 三万我也交不出来 她说 那你交三千吧 我说三千我也交不出来 直接去了个零 对 直接去了个零 我说我三千也交不出来 打断你一下 姑娘就听到这个时候 你过往反诈 防诈的一些知识和标语 有没有浮现在你的脑海当中 有 那接下来你做什么呢 接下来我就说是 老师我需要考虑考虑 然后我需要这个 这个征求一下我父母的意见 她说 那这样吧 你先交一千块钱 这一千块钱 我们不签约 啥都不干 一千块钱如果你不交的话 今天你踏出了这个门 你日后再来我们公司 没有合作机会了 没有签约机会了 你交了一千了吗 我交了 我扫码直接付 我就 我就回家之后 我跟父母说了 我父母说第一句话 我说我交一千块钱 被骗了 他就让我联系 然后我就说那就推吧 就推推推 一直推一直推 我一直推到 去年 2023年的时候 然后我父母又提起这件事情了 然后我当时还在认为 我没有被骗 我提一个提示 因为我也很小被骗过 我也是一样的 就是付了这个钱 那我想告诉所有的 想做表演的人 你们只要记住一点 就是所有在整个娱乐群 行业当中 没有一家正规的经纪公司 会让你给钱 我才给你签约的 只要让你付钱 哪怕付一百块钱 都是骗子 除了表演之外 只要你是正规求职 任何公司以什么 健康体检 照照片 服装 让你交钱的都是骗子 他不光是在表演 有一些行业当中 抓住了他们 想要这个机会的心理 第一是有钱 第二是 如果那个地儿很偏远 你自己都不知道 必须要想办法 去让大人 甚至有人陪同 不能允许去 所以我们要教会 他判断的方法 第一个 要去查他的 工商注册信息 第二是要到 专业的求职平台求职 比如说像菲尼莫署 一定会检查 他的企业资质 然后企业的款境 然后包括要做调查 而专业的招聘网站上 他也会核实这些信息的 再不确认清楚 找你的就业老师去交流 要问前辈去 不要盲目地 就相信自己的判断力 保护好自己 精彩 那根据这次被骗 你有什么样子的 一个自己的总结吗 或者是反思 对 老师就是通过这次被骗 因为我自身 是一个比较节俭的女孩 所以说 这一千块钱 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数 相当于就是我 大学这个 一个月的这个生活费吧 所以说 我通过这次的 被骗经历 虽然说 我迟迟地不愿承认 我被骗了 但确实我是被骗了 然后通过这次 被骗的经历 我就想说 做人 一定要认识到 自己的价值 认识到自己能力 自己 到底值多少钱 自己到底能力 倒没倒 和公司可以签约的能力 以及 我在做一件事情 我认为除了 对于我来说 除了生死 所有事情都可以 缓一缓 都可以漫一漫 去认真 认真地去考虑好 每一个事情 再去做结定 不要去匆匆忙忙地 认为机会来了 我就要去抓住 那这个是你 最后一次被骗吗 对 老师 这个是我最后一次被骗 那姑娘 真的 我看到 你的年龄 跟我孩子是同龄 然后我们又是老乡 我真心地给你一句话 你一定要想一想 一个机会 如果真的像你刚才描述的那样 一个馅饼 无端地砸到你头上的时候 一定要问问自己 我何德何能 能让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馅饼 白白地送到我手里 对 而且你一定要听听刚才 雅云老师给你的这些建议 好吗 谢谢老师 哎呀 你看聊得多热闹 还哭了 对 又想当演员 又想进这个圈子 要不要这个拿纸巾擦一擦 不布装 不需要 需要吗 不需要 不需要 我觉得聊到这儿 咱们可以在面试当中 来看一看你的技能 对 你是来找演员的实习岗 对不对 好 那你今天的技能展示 是和表演有关吗 对对对 好 那来 让我们掌声欢迎 小朋友们 我是你们的苹果姐姐 你们知道吗 就像我们的身体健康 需要得到健康的食物 和锻炼一样 我们的心理健康 也需要得到我们的关爱 和照顾 今天 就跟随苹果姐姐的步伐 一起领略一下 心理健康的奇妙世界 这里 苹果姐姐 要用魔术 将自己变身成一位 你们熟知的朋友 她的名字 叫做 不开心 小朋友们 你们好 我的名字 叫做不开心 大潜潜 大潜潜 我发现其他小朋友 都有零花钱 他们可以买好多好吃的 可我没有 潜潜 考试不及格 作业还忘带了 今天 我好不容易得到了五毛的零花钱 可放在盗子里 我总怕它掉了 我便攥在了手里 可攥着 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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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了 不开心 真的不开心 小朋友们 看到了吧 这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拥有的不开心情绪 那是因为 我们每天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 总会有一些事情 让我们感到不开心 但是 这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我们的心情 就像天空一样 也会变化 而这 没有对错之分 但是 苹果姐姐相信 作为超级无敌厉害的你们 一定可以学会 面对窥窝 面对生活中的不开心 勇敢地 做自己 宝贝们 心理健康 就像我们心灵的小宝藏 我们要好好地呵护它 让它变得 更加强大 我们要做 独一无二的 小猩猩 一闪一闪 亮晶晶 谢谢大家 我觉得刚才这段表演让我看到它特别适合做幼儿教育 对 对 就很可爱很青春 刚才你表演的这一段你认为展示出了你的表演的能力了吗 我老师我认为只展示出了我了可以一秒落泪的能力还有就是活泼的能力和表演其实没有关系 有几点好的就是没有什么小毛病 口齿清晰没有这些东西 然后另外的就是肢体非常灵活非常自如 但是说从表演的深度还有内心这些的我觉得也没有太走心啊 就是离可能影视剧的表演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差距但是我觉得做一些短视频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的 那个大卫老师是这样子我有一个小的提议啊 因为正好今天我有一个演员的朋友来探我班 他已经拍了大概十几部的短剧的男一号 所以我想就是可不可以请他上来分享一下他是从底层到现在他已经遇到的情况是什么 来让我们掌声欢迎 大老师好各位企业家好我是演员任志鹏 欢迎志鹏 刚才在台下看到了我们求职者的这个表演啊 先点评一下吧 对我觉得挺好的 然后呢 就是我刚才在底下我听到就是他不是表演课班专业的 然后就是他想未来就是想想走这一条路 就现在其实就像刚才这位老师说的 现在短剧很多然后有很多就是比较 就是说腰部以上的演员都下来要拍短剧了 这确实也是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就只要你坚持 只要你愿意去吃苦 那未来肯定也是可以 在短视频方面也是可以有一定的 你限定的是短视频短剧方向 对 这个领域内也许可能未来他有机会 我们来说一个现在的情况你从业多少年了 我从15年开始拍第一部戏到现在快9年了吧 那现在你比如说你是不是发现就是现在 我刚刚说的那个情况就是很多拍长剧的演员 现在都在拍短剧对吧 但也有很多人在坚持不拍短剧 其实有很多演员他们就是演一些配角啊 他们也可以慢慢地上来 就是我觉得他的就是这些标准完全可以从底下一点点走上来 那你觉得如果你现在是一个短剧出品公司的老板 你为什么选他 你告诉我 你愿意带他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一带一你愿意带吗 那我说啊 如果就是我是一个短剧老板 我肯定我要挣钱对不对 是 然后呢 那好 我选你 他开始可以无片酬出演 那就积累作品 慢慢地 现在无片酬出演的演员多了 我是觉得你是站在一个科班出身的基础上 去跟一个草根说你可以 不是 我觉得这样 我跟他讲一下为什么他今天又出现在这儿 因为他最近一直在演短剧的霸道总裁 他不知道霸道总裁应该什么样子 他昨天到了半夜到了天津之后 到凌晨两点还在让我帮他对台词 他马上要面 他来是要去北京面试 他其实条件非常一般 我说实话 他在我认识的男演员条件当中真的太一般了 但是他是我认识的所有男演员当中 没有更努力 只有最努力的 他每一天花所有的时间 他所有全国跑足 他不是科班出身 他主持人 所以我说他一定是演技很好 他是完全是从底层一点点 一点点比别人拼命努力到十倍 才有现在目前的结果的 所以我想跟你分享就是 他想给表达的是 你真的要为你的梦想去拼尽全力 再来台梦想 我认为他只要是 想往这方面努力 他只要去坚持 他不要害怕困难 不要害怕吃苦 从最低处做起 你一定可以成功的 好 再次把掌声送给志鹏 也谢谢你来到舞台上 跟我们分享相关的行业经验 也希望未来在更多的作品当中 能够看到你的身影 加油 我也愿意跟你合作 因为我听了那个马任老师的介绍 我觉得现在这样的演员 他能够花这么多的时间去采风 然后去体验真实的生活 我觉得这个品质太可贵了 你跟他可贵一次 你一定会常用他的 真的 欢迎你来 你们下面加微信 谢谢 下面加微信 对 回头把微信我们推一下 《非你莫主》 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舞台 我今天也求之成功 好 欢迎你一个机会来做客 好 谢谢 拜拜 拜拜 加油 拜拜 拜拜 我认为每一位老师说的 都是有利于我的 只不过他可能侧重的点不同 所以说我未来的规划 还是原本的规划 就是大学毕业以后 从事我喜欢的表演专业 那如果说到后期我发现 学习表演无法养活自己 无法给父母更好的生活 那我会回到现实 去从事我的本专业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位求职者的心理投射分析 这位选手呢 他画了连绵的打衫 首先我给这位选手点赞 因为山投射的是什么 投射的是一种精神 一种毅力 但是呢 我提醒这位选手 你画的山太大了 太紧凑了 太直上直下了 你在你求职的这个路上 包括你生活的道路上 你的情感这条路上 都出现了障碍和困难 并且你的这个障碍和困难呢 是你自己造成的 所以老师提醒你 你首先要学会 如何把自己的能力 用到生活当中展示出来 如何让别人接受你 这才是你目前最重要的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除了表演之外 这个影视行业 你比如说剪辑啊 或者是自己拍啊 这些东西行不行 可以 我自己有这个拍摄 包括剪辑 并且有参加相关的活动 再跟你确认一下 今天来找的是 影视话剧演员 或健康管理方向的实习港 对 希望薪酬是三千 对 工作地点 北京 上海 苏州 对 其他城市考虑吗 其他城市都考虑 只不过是这几个城市 我可能优先考虑 接下来有请留灯的 各位企业家 根据苏金灿的面试表现 确认选择 有请各位 还剩三盏灯 祝贺你进入到最后的环节 谈钱不伤感情 你好 密拍传媒呢 是一家集这个影视制作 还有广告传媒 还有大型活动策划 这一家传媒公司 然后在北京 也有十几年时间了 然后我们也拍过电影 也拍过短剧 也拍过网剧 然后也做过很多 国内外的大型的活动项目 然后我这边给你的岗位是 短视频运营 其中就包含了 这个我刚才问到的 关于拍摄 剪辑 还有的是你自己出镜表演 实习岗位 日新一天是150 然后我们工作地点是在北京 我们中方客工 是中国首家商业航天企业 然后今年我们在做一个 商业航天员的训练中心 然后我们有一个科室 是健康中心 然后一间一保专员的一个职位 实习岗是在北京4000家 修图书美妆给你的 是短视频内容运营 当然因为你的形象很好 这个内容运营 其实主要是你作为主角 去演绎各种的修图师的 相关的美妆产品的 短剧的演绎 或者是短视频的演绎 实习工资是150一天 然后工作地点在广州 灭掉其中一盏灯 请出发 展秦 灿灿我再补充两句 哎 密拍传媒的就是我们每年都会制作一些剧 然后今年我们还要做一个剧 那这个剧呢 可能是跟AI技术 相结合的一个影视剧 那我希望你能在这个 短视频的这个运营的过程中 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技术 然后未来能够慢慢地发展到 看能不能在我们 更多的剧里面 比如说长视频 或者是网剧 或者是这种电影之类的里面 然后能够得到一个角色 OK 你好 夏彩 修图师美妆给你的岗位 是短视频运营片内容和演员向的 就是你要出镜的 在我的公司当中 更多地服务于美妆 这个美妆锤类的部分 你所有的演艺也好 所有的表演也好 都服务于美妆 老师那您有没有 就是您公司有没有拍摄短剧 或者是短视频 我们目前暂时没有短剧的计划 但是我们的短视频是长年更新 因为我自己自媒体上 有大概两三千万的粉丝 所以我会长期拍短视频 是我们的日常的业务 对 好 谢谢老师 好 苏金灿 修图师美妆 密拍传媒二选一 或者谢谢再见 考虑一下 几时开始 时间到 姑娘 你的选择是 密拍承媒 好 祝贺陈一峰 感谢马瑞 去吧姑娘 第二位写家握个手 选择密拍它有涉及到这个短剧 包括长剧以及这个电影的拍摄 所以说更符合我自己 对自己的一个求职意愿 好 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 爱笑的女孩 运气不会太差 这句话大家都很熟悉 爱笑的女孩 来 让我们掌声有请 杨孝涵 二十一岁 河北大学广播电视学专业 各位老师好 我叫杨孝涵 现在呢是一名应届毕业生 然后我来这里呢 是想找一份和新媒体运营相关的岗位 期望的工作地点呢 是在北京或是在广州 谢谢大家 好 欢迎你 平时也爱笑啊 平时挺爱笑 你看我这名 父母有跟你说过这名字的含义吗 其实这名字的含义并不是我笑 其实是我奶奶笑 就是我刚一出生的时候 我奶奶没有孙女 她只有孙子 她特别想要一个孙女 然后我一出生了以后 她一看是个女孩 就特别开心 然后呢就笑了 然后呢就说 这个音乐也挺好 就给我安在名字里边吧 就这个样子 听说你特别爱交朋友 对 火力四射 小太阳 是吧 对 就是我小的时候 曾经参加过一个研究比赛 然后我当时写的稿子里边呢 会上台 先去问大家一个问题 然后呢来烘托一下气氛 当时我在下边的时候 其实也就是 也就是跟大家交朋友 然后呢攀谈嘛 然后呢谈多了以后 我就突发奇想 我就说能不能 到时候一上台了以后 我问了这个问题 你们就开始给我捧场 说行 可以 那种的 然后 找拖是吧 对 就是纯找拖 然后我上去了以后 我跨插一下子 整个氛围都被烘托起来了 当时我那个演讲 真是从头燃到尾 然后呢所有的人 都把我头 头成第一名 然后真的是 所以就是印象非常深刻 也算是一个 非常实在的例子吧 挺好的 就是她有 就是营造气氛 然后落实 然后执行 拿到结果的这个设计 我想问问 爱笑的女孩 就你有没有 笑不出来的时候 有 什么时候笑不出来 我前段时间在考雅思 其实 我现在就是处在 一想到雅思 要继续考的话 就会非常的焦虑 当时其实是我考了四次 前两次是因为 阅读和听力没有提上去 但是我的写作和口语 都已经达到六分了 其实已经是 到了申请的那个 最低的要求了嘛 然后我就是 还想再继续考 保持着我的口语和写作 但是到后面两次的时候 我已经考麻了 虽然我的阅读和听力上去了 但是我因为就是 总是对自己很不自信 很紧张 然后我每次想到 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就整个人处在 一个非常荡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这也影响到了 我周围的磁场 所以导致我最后两次 其实也没有考好 就是口语 靠口语拉了分 小韩有点凡尔赛了 就是首先拿到结果了 不错 然后你举这个例子 是想展示你创伤之后 你的修复能力很强 还是讲 你虽然那两项成绩不好 但是你的结果还不错 你的英语水平好 就是你想表达的是什么 我没听出来 我的表达的意思就是说 我在考雅思期间 心情非常不好 对自己极度不自信 处在一个非常消极的状态 你前两次被考了吗 我第一次是纯裸考 什么都没有准备去考的 然后呢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考试 第一次要裸考呢 你是不是想试下点运气 好不好 并不是 并不是 其实雅思还好了 他除了价钱贵一些 一个月能有那么多次 考试的机会 也不是特别重要了 不是啊 你刚刚说这个东西 搞得你很紧张 都要焦虑了 对 因为是 因为考了很多次嘛 因为考了很多次 就是姑娘 我现在听到现在 我在旁边啊 我就挺知道你热情的 你天性开朗的 你生性活泼 你也挺有感染力 但是我觉得 这么重要的考试 你为什么是裸考 当然咱们有种种原因 不是说裸考 就是罪过 其实雅思的话 怎么说呢 就是我是自学的 我没有报班 我第一次去考的话 其实更多的是 体验一下考试的流程 第二次我是努力备考了 我知道自己的水平了以后 我去努力备考了 我打断一下 大家还有谁记得 为什么让他说雅思的事吗 对啊 我估计只有我记得 大卫老师问了个问题 我也记得 大卫老师问 爱笑的女孩 有没有笑不出来的时候 对对对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 大卫老师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 他想要在求职这个现场 通过这个问题 考核你的什么 考核我的什么 大卫老师是主面试官 他问的每个问题 都是有目的的 不是在跟你纯聊天 所以这个问题 是考你什么的 你觉得 其实我觉得可能是 问我 如果笑不出来的时候 我应该去如何面对 解决这一方面的事情吧 可能是 解决这问题的能力 那你觉得你刚才的回答 有呈现出这个能力吗 我反思了我自己 我 虽然我没有再继续考核四 现在是考了四次的状态 但是我的确反思了我自己 小韩 你呢 各方面素质 确实还是有很多地方都不错 但你有一个小问题 你接下来的面试也要注意 就你的输出密度太高 这个带来的坏处是什么呢 是大家会忘了 我们在聊啥 就太远了 刚才大老师之所以问你这个 是因为你今天给出的 面试关键词 是那句话 所以希望通过这句话 对吧 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差 多了解一下你的生活态度 你的经历 但聊着聊着吧 太喜太喜 然后你又很密 一密吧 别人插不上话 我懂 这个问题 我妈也经常跟我说 在场上人越多 我越兴奋 然后面对这么多新的人 然后呢 而且大家都在唠嗑 我觉得这是我自己 个人的一个特性吧 并不是说 我一定要保持自己 营造自己一个亢奋的状态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 专业的事了 你今天来找什么岗位呀 是想找一个关于新媒体运营相关的岗位 新媒体运营 有印象企业吗 印象企业的话 其实我更倾向于修涂师美妆 那我问一下 向寒你现在是找这个实习工作 还是找正式工作 其实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看看 先看看实习工作 那个广播电视学 我其实很好奇啊 比如说你要做短门运营 你的核心技能是什么 一二三有吗 我们那个专业学的 就是前期中期后期 不管是做一个视频 都会学到 你自己会不会拍 会不会拍吗 我会 我有相机 然后我是不是也会拍一些 我log之类的 所以从脚本制作 从拍到剪 剪 我们都要剪 都可以随意独立完成是吗 可以 你今天有带来你的Vlog 给我们看吗 没有 问你几个问题 其实也能看一下你的水平 你用的相机是什么相机啊 我是索尼 A6100 OK 用的镜头呢 我用的镜头是 本来是它的套头 然后拍视频会比较好 然后我有一个拍人像的是 尸马五菱 它是自动跟胶 还是手动跟胶 我一般是手动 那个定胶头的话 我一般是用来拍人像 拍照片是吧 对 拍照片 那视频你用什么拍 视频我用那个套头 因为可以变胶嘛 我觉得就是 它拿了一个 没有自动跟胶的一个机器 然后用这两款镜头 如果能够拍出视频的话 其实作为一个编导专业的孩子 我觉得还可以 你是做短视频运营的这个实习岗 你今天有什么才艺和技能 要展示给我们 其实我在之前 来之前 我已经对 就是修图师美妆的一些产品 然后呢 其实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其中有一个产品呢 它是一个蜜粉 我记得 但那个蜜粉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在那个宣传页上 它把蜜粉 几乎应该有的所有的功能 都写上去了 没有一个亮点 没有一个直击观众的痛点 对 你刚才讲完之后 那如果你现在是短视频运营 你是编导 你选一个功能 然后你讲几个 大概观众能听懂的 比如镜头你要怎么拍 其实我想了一下 就是针对这个蜜粉呢 然后我对照的那个账号呢 是泰国广告 因为也是美妆产品嘛 其实更多受众群体是年轻人 当下年轻人的精神状态 都不是非常好 都比较喜欢发颠之类的 越发颠的视频广告 越能吸引大家 其实就是流量会更好一些嘛 然后我想了一下 如果是针对这个蜜粉的话 它有一个产品 我记得看到那个 标签上面写着一个是 吸油不吸水 持妆效果好 这样的话 就可以想一个发颠的广告 那个场景 可以大家想一下 就是一群人在沙漠里边走着 然后呢 它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 然后当时他们掏出一个锅 想要煮袋 然后呢 里边放了水 结果你知道油浴水 它就一炸 结果发现锅里边 原来是有油的 怎么办 然后一般情况下 着火的时候 不都用锅盖盖住吗 结果一个演员拿出了那个 修图湿蜜粉 然后呢 给它一挡 然后呢 酥油都吸进来了 然后 然后呢 天空放下一个 修图湿蜜粉 修图湿蜜粉 那个吸油不吸水 持妆效果超级棒 然后呢 第二个就是可以再想一个 它的隐匿毛孔 因为我觉得隐匿毛孔 也是蜜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嘛 然后就是 也是在这个沙漠里边 可以剪成一个视频 然后呢 脸上 他画着那种特效装 然后呢 那种非常大的毛孔 包括已经进入那种 沙漠里边 风沙已经吹的 已经红肿发炎了 然后他想去用 穿可贴贴住 但是发现贴不住 风沙一吹就吹掉了 这时候 拿出修图湿蜜粉 然后呢 往脸上一盖 发现 毛孔全都隐匿住了 不再有风沙进入 天空掉下一个 修图湿蜜粉 说修图湿蜜粉 隐匿毛孔 嘎嘎牛 来来来 点灵一下 我觉得 我觉得刚才你的表演特别棒 但是这种广告宣传 叫虚假宣传 在中国里 它当娱乐没问题的 但是 我非常喜欢你在台上的表达状态 如果你想做自拍的内容 你身边如果它是摄像 你会出太多好玩 有趣 有意思 有内容 有流量 有趣的内容 你能懂吗 所以其实它不仅是摄像 因为摄像可能只满着摄像的功能 但是它其实在镜头背后 能给你产出另外一部分的情绪价值的产出 它可以调动你的情绪 对 所以这个对于一个短视频来讲太重要了 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你是目前在舞台上 非常适合做短视频的 专业上面我就可以教你 但是它的状态来讲 是很棒的 是区别于编导 又区别于摄像的一个核心的综合体 马瑞 对 你有没有看它简历啊 它原来是在广告公司干的 它刚才那个状态 是广告 特别搞广告公司干的 对 是的 是的 但是我要的是它的状态 我要的不是它的内容 就我还真的挺喜欢它的 就是它讲的 它讲的东西感觉就是胡说八道 但是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 我们特别怕那种说的东西 规规矩矩一看能做出来的 其实那个就没有办法做了 它越是这种天马行空的 你慢慢地打磨 戏画落地就都能用 所以这个它状态也特别好 你关注一个 它有一个最理想的工作状态是 不用加班 不用卷 然后它的这个自明体账号 名字叫我乐意 甭管我 就这两个的话 在广告公司 在以放公司 包括在马瑞他们公司 我退下了 这个我得替你问一句 你是写着玩的吗 还是说认真的 我认真的 我真的认真的 我个人如果不是硬性要求 或者是真的是工作上的要求的话 工作需求的话 我当然不希望加班和特别特别地卷了 但是你选的这个就是自媒体运营 包括短视频运营 你可能没有见过像马瑞的工作状态啊 他在录节目的间隙都在拍摄 都在加班 他的伙伴都在陪着他一起加班 就这种可能会是这个岗位的常态 而且现在这个新媒体这块也挺卷的 咱俩自保一下啊 舒淇 我救你一下 就是这是现在年轻人00后 对对工作的理想状态 是 我也喜欢这样 尊重 拥抱 我们在场所有人都认同 但是从性价比上来讲 他肯定不希望你拿了他的钱 但不喜欢加班 你明白这意思吗 明白 那我只问一个问题 我举个例子 像我们录《费尼莫属》对吧 《费尼莫属》这三天的时间 假如我带了一个摄像来 还有 因为从昨天到现在 其实我们录制了十三四个小时 就这中间的录制间隙 我还录了 昨天录了十五条的视频 十五支的成片视频 所以我想跟你讲 就比如说那如果是在面对工作需要加班 你会带着情绪工作吗 我可以很确定地告诉你 这个是不会的 因为我会很明确 他到底这个工作是不是需要立刻完成的 需不需要我 这是我的实责范围内的 这如果就这么几天需要加班 需要赶工赶量 确实是在我的工作范围之内 我愿意去完成它 因为我也是怎么说呢 就是作为成年人要负责 对自己的工作负责 对自己的生活负责嘛 对 短视频运营的实习港 对不对 对 好 然后意向企业修涂师美妆不敢改 对吧 不 好 期望薪酬 你现在是实习港 对 你也实习过 你知道 每天应该是多少钱 对吧 一百五到两百 对吧 好 好 期望工作地点 北京和广州以外考虑吗 其实工作地点不是最重要的 对 都可以 刘登的七位企业家 请根据我们这个爱笑的女孩子 杨孝涵今天面试的表现 做出选择 祝贺你杨孝涵 还剩四盏灯 进入到最后环节 谈钱不伤感情 有请四位 你好 小航 我的公司是密拍传媒 是在北京 然后我们其实做的工作 跟你之前实习的工作有点像 我们做很多广告 宣传片 视频 还有一些电影 然后我们也在国内外 做了很多大型的活动 然后我现在给你的岗位呢 是短视频运营 那我们现在正在研发 就是传媒公司与AI相结合的一个业务 是按150每天 然后工作地点是在北京 你好 我是小水智能 那给你的岗位呢 是创意短视频制作 那给你的实习工资呢 是200元每天 那如果要是能够成为公司的正式员工呢 是6000元家 你好 眼神科技呢 是一家专注在人工智能底层技术的高新科技企业 那我们也是国家级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也是国家级的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同时呢 也是第一家总部落户在雄安新区的人工智能企业 我们的市场部呢 有新媒体运营的这个岗位 所以给到你的呢 是新媒体运营的实习生 日薪呢是150一天 呃 修图师美妆欢迎你首先 第一件事情是 呃 你的工作内容是短视频的内容运营 那你的实习的时候也是200一天 然后入职之后呢是6k加 那来到公司里面有两部分工作 第一部分做马瑞的短视频内容相关的一些 呃 策划和制作 第二部分关于修图师本身的产品的一些 相关内容制作 然后工作地点在广州 考虑一下哈 啊 自家企业但你只能最后留下两家 请出发 谢谢 谢谢 好 来 有请二位 呃 呃 修图师美妆是目前我们的新人美妆品牌 工作的店在广州 那也是今年我们会大力发展第一个线下渠道 第二个海外渠道 第三个就是我们线上的电商以及直播电商渠道 呃呃 第二个就是我自己的自媒体平台 我是全媒体大号 整个全网架起来有大概两三千万的粉丝 我今天非常喜欢你在台上的状态 因为我觉得你台上那种有趣啊 然后包括你整个呈现出来的素养我非常的欣赏 也非常欢迎你加入修图师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好 呃 我想问一下就是呃 呃 如果选择您的话大概什么时候去 就是因为可能最近 这个根据你的时间来就可以 好的 呃 呃 密拍传媒给到你的岗位 呃 刚才已经讲了短视频运营 然后我再说一下就是因为你是传媒专业毕业的 嗯 那我们密拍传媒呢本身是一家成立十几年的传媒公司 也做了很多这种就是国内五百强的一些企业 呃 还有在呃 世界很多地方做过大型的活动 那我觉得就是你 你现在这样的基础其实非常适合在一家这个传媒公司里去学习 就是说我们会在你天马行空的基础上把它变得更符合商业变现的逻辑 那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开展的这个AI业务实际上是把传统的传媒行业 然后和现在AI的技术相结合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机会 也是未来发展的一个风口在这个行业里面 你好 请问就是呃 呃现在是实习吗 以后有转正的机会吗 呃当然有就是我说了就是在我们经过这种呃系统的培训之后 然后如果说你做的比较好的话 未来就是在你毕业了之后当然可以转正 而且我们觉得你形象也还不错 就是说在你这些视频制作的同时 然后你也可以参与去表演 因为我们也有很好的表演老师 嗯 好的 谢谢 好 杨孝涵修图师密拍传媒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 考虑一下计时开始 好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 密拍传媒 祝贺诚一风感谢马瑞 去把姑娘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 来 姑娘 你告诉我一个理由 对 我觉得 你觉得什么 觉得第一个就是 身高 北京离的可能更近一些 第二个可能是能出镜 第三个 AI可能有更有前进 我跟你讲 中年男人的嘴跟少年女人的嘴 都是骗人的嘴 马瑞不要这么气急败坏了 来 姑娘 回到舞台上 挺好的 找到了一个自己心仪的实习岗位 希望你在密拍传媒 能够越做越好 我们也期待着未来 能够在更多的地方 看到你的创意作品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再见 谢谢 第一次知道什么叫陪跑 神反转 我觉得其实还是挺舒适的一个状态的 本来上台前我觉得我会很紧张 但是其实站到那里了以后就是纯老科 而且老师们确实也给了我很多 非常中肯的建议 非常的实用吧 就是为了我将来面对职场 会有更多的帮助 好 下面我们来看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 胆大心系 一封 胆大心系一般形容什么性别 男的呀 肯定是 对 胆大心系一般 胆大是男性的这个性别特征之一 所以心系可能是 男性身上相对比较少见和稀缺的一种特质 但是他对自己这个评价还挺高的 属实吗 咱得先看属不属实 对 对吧 来吧 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求职者 走上舞台 开始他的面试 陈一鸣 二十六岁 华南师范大学电子信息专业 硕士研究生学历 主持人好 尊敬的各位企业家观察团 老师们大家晚上好 然后我是陈一鸣 过往的话有做过几段的小的创业经历 在我十九岁的时候 有幸在几千近万人的一个竞选中 然后成功被幸运选中做短期的国际志愿者 随后我以那个沙发客的这种旅游形式 游历了多个国家 然后我的一项企业是 星空投资和我们的眼神科技 我的一项岗位是 项目经理 产品经理这一类 我的一项工作地点是 珠三角 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地区 好 谢谢大家 岛大不大我不知道 但是心挺细的 开场人这次我介绍 连把这个求职的要素都讲了 薪酬你说了吗 薪酬没说 为什么没说 薪酬我想的是 因为我想找的这个方向 在我过往没有实际的 在一个企业中去做个这个内容 工作是双向吧 我想看各位企业家能够 认为我可能在起步 或者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值多少 那你也得写一个 或者说告诉我们一个 你能接受的最低薪酬 有吗 拔钱起 都是拔钱 对 关键词就一个 胆大 心细 对 你刚才还提到这个 到国外去这个 国际志愿者 对 他干什么呀 我当时在做的内容是教 当地的比较平衡的小孩子 说中文 他们能学会中文 对于他们未来的发展 和我们中国的一些来往 包括我们的游客 他们能够获得更多的 立足的空间 对 所以说是参加这样的一个项目 是的 沙发客经历是出去旅游 对吗 都去过多少国家 去过五六个 就亚洲的五六个国家 好 跟我们分享一个 你在旅行当中最难忘 或印象深刻的事 呃 就是我在 在东南亚某国 当时我在那个 其中一个岛上 在那里玩啊 到那里之后 差不多有 晚上八九点吧 天很黑 然后到那里之后 我上了我那个大巴 我在这个一段路的 大概中间位置下了车 没几分钟 没有任何征兆 下雪的暴雨 越下越大 就我现在二十多岁 还没见过这么大的暴雨 然后我那会儿在想啊 怎么办 因为我打着伞 没用啊 然后打开我手机 就各种国外的一些 轿车软件啊 还有线下的蓝 完全叫不到任何车 那会儿已经晚上九点多 因为我想去的地方 十几公里 走过去不可能不现实 我走了一小段 看到前边大概 一百多米有个小地儿 然后店门口有一个摩托车 在那个雨棚下面 正在放着 我在想 这摩托车能不能 有点想法 然后我现在 你在异国他乡 为了避雨 看到一辆没有主人 旁边没有人 看守的摩托车 然后你说我对摩托车 产生了一点想法 我就特别好奇 你确定后边的东西 我们能拨啊 我们是非你莫属 不是今日说法 对对对 我不是要偷吗 不是 你这个陈述句 还是个疑问句 就是意思就是 我肯定不偷嘛 吓我一跳 我看到这个车呢 我就再往前再走点 看到这是个小店 一个老板 三十多岁吧 一个中年男人 然后走进去 身上全尸的 然后打开我的手机 翻译器嘛 我说嘿老板 我刚从中国过来 您想不想做一件 刺激的事情 然后老板 你等会上我的 你平时也是 你是幽默呀 还是说你平时 就是这样跟人沟通 我一般沟通的的时候 都会带一点小调侃 然后那个老板呢 他也是一脸懵 他本来就是 可不一脸懵呗 我坐那儿我也一脸懵 那个老板 快睡着了那种啊 忽然来了一个 这样的人 然后我说 您把我送到这个地方 我会支付您一定的费用 然后您看 要不要挑战一下 这老板 还是一脸懵 开玩笑 那老板还是一脸懵的 看着我 估计是看我一身 螺汤机一样 然后他说 Let's go 他说OK 我当时很震惊啊 我说这都能行 然后骑了他的摩托 在大雨中狂奔 那种感觉真的很奇妙 刺挺刺激的 很刺激 然后到了那地儿呢 我要给老板钱 老板那个 就是在坚决 就是不要不要不要的意思 然后他看我也一直在 坚持要给他 然后他就象征性地 出了一张十几块钱吧 其实那段路 怎么也不可能这价 然后他用他的手机 打开一个翻译器 他说 我很喜欢中国 我也仁慈很多中国朋友 然后我很高兴认识你 我的中国朋友 然后今天晚上 我也感觉很刺激很开心 然后他说 我一定要说一句 你真的很勇敢 祝你我那开心 然后一扭头摆摆手 哎呀 这个小故事 还挺短心的啊 第一个说明你这人 社交能力 沟通能力还挺强 一切啥 第二呢 也确实是胆大 心也细 还知道给人钱 另外呢也说明一个 更让我感动的事 就是咱中国人在国际上 人缘还挺好 对 大家也都挺喜欢中国的 是 你个人的事 咱就聊到这儿 接下来咱聊点 找工作有关的 好 你是学这个 电子信息专业 对 这个专业对于你 这关键词 胆大心系有关系吗 没有太多关系 没有关系啊 那你这胆大心系 想让我们能够感受到 一个什么样的陈一鸣 好 要不我讲一个我的一个小故事 就是我在读书的时候 做了几个创业小项目 其中一个项目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这个线下社交活动的一个小平台 在我们这个活动前期 我们当时计划的呢 是做一个户外露营音乐节的活动 当时我们已经选到一家 比较满意的一个场地 就是有一点刺激的功 对 然后我当时在想怎么办 当天晚上 我带着我的一个小伙伴我们一起 然后去到了这个场地 因为他们场地是有餐饮区的 我们就从服务员 然后一步一步问起 最后问到他们的领头 送到他们领头一个小礼物 然后问到他们领头 他们老板的一些喜好 就是第一点老板喜欢玩 第二点老板喜欢红酒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个老板白手请假 一路打定自己有现在的一个成绩 几天后我们约到了这位老板的时间 我专门带了两瓶 就是法国那边的一个还不错的红酒 有点心机的 就是在请教老板红酒的一些知识 然后我们聊得很开心 后边我提到了我们这个团队 也在起步阶段 我们想做一个音乐节这样的活动 我们现在就是万事俱备 就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我们资金有限 然后您看能不能我们这样 我们做一个长期价值的合作 第一点我们的客户群体 和您营地的客户群体 是一个高度重合的状态 引流给他 对的 第二点就是我们有长期的营地的需求 然后最后他松口了 他说其实吧 我在你们身上看到了我 当时移动起来的影子 他说我其实也很感触 我愿意和你们进行一个 长期价值的合作 就是本次不赚钱甚至赔钱 没事我愿意加注意一下你们 挺不容易的 挺不容易的 我的感受疑问是 因为咱们选手上来就声明来意 我的目标是产品经理 但是我看到你讲的例子里面 更多的是你的人际沟通能力 还有你的商务谈判能力 就是你在产品经理这个岗位上的 核心竞争力是只有这些吗 还是说你还有其他的 现在没有优先讲 还有一些没有讲到 就是你这方面有没有能力 如果有的话优先讲这些 先满足了你的求职目标 再延伸的让别人看到你的plus 好的好的 你准备那个东西 跟今天找的岗位有关系吗 有一定关系 好 来看大屏幕 就是我准备的会显得简陋 简陋的原因就是 我有写几句话 还是手写的字不太好 就是越有心机的随意 越容易营销出圈 就是想侧重反映 我的获取流量的一些技能 第一张图片是 就像各位看到的一样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 一句话一篇文章 就是这个粉丝还是我自己关注的 然后就发一句话 就是希望这位朋友能取关 然后怎么怎么样 就是利用大家的逆反心理 当时这篇文章 两三天时间收获了几千个粉丝 然后阅读量 各种评论都很高 然后下面这个是更随意了 就是我在模拟 模拟这个老板 老板他让我去做一个宣传海报 我直接把这个截屏截出来 直接打成一拉宝 无论在线下还是在线上宣传 我就用这个宣传 然后这种效果也达到了很好的一个宣传效果 然后呢 又是PPT已经没有了 就是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之前 当时做社交活动平台那个一定点小数据 当时那个宣传全是由我来的 然后我通过就是模网络平台的打法 来去打这个流量 大概用了一个月多的时间 其中一个号 我打到了2000多精准的私域流量粉丝 加到我自己好流理的 我觉得我们先定位一下你做的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不叫产品经理 我理解的产品经理 是基于市场的需求 客户的需求 然后把这个产品设计出来 它可能是一个软件程序 是一套系统 也有可能是一个硬件设备 包括这个设备长什么样 有什么功能 用给谁 然后有哪些零部件 这些设计完了之后 把需求说明书 设计说明书提好了 那可能让技术人员研发去实现 如果你是用这个PPT来求职的话 你的岗位应该选成市场运营 新媒体运营 这种营销推广类的 那个我插一句 刚才最后一张那个 竖在那里的海报 那个创意是你抄的吧 抄的 上面全是抄的 就是我比较喜欢去看同行 做的好多东西 然后我拿来用 就是说偶尔就是我们设计中 偶尔有一些借鉴什么的 其实也是在适当范围 那是可以允许的 但是你这个抄的 这基本上是一比一还原的 我没说错吧 对 部分是 然后你把它放到这个求职的现场 然后向别人展示 你是想展示你的什么能力呢 我想展示的就是 我对营销的一些理解看法 所以你对营销的看法 就是抄别人的吗 我觉得 我觉得我稍微替选手说两句吧 就是说 在营销层面的一些创意借鉴 目前来说呢 不建议 但是确实也不违反什么规则 然后对他一个应接生来说呢 我觉得他有在关注这些流量 和如何获取这些流量上 至少比一般的应接生还是做了尝试 顺蕾哥我们 我也同意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优点 就是如果他说 我觉得这个很好 我拿来用了 我效果还挺好 我觉得这个不错 我借鉴了 我也觉得都可以 他特别理直气壮地说 我们做东西就是抄 小叶 我觉得你太敏感了 首先 我觉得从这个点 也依然可以表达 他可以不说自己抄的 他非常勇敢承认 因为这种东西 没有谁敢承认说 这是自己原创的 你能明白 因为网上每天有一大堆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 第一个能表达 他的是真诚的 第二个呢 他通过比如 现在流行的一个方法 通过互联网方法 不伤害任何人基础上面 能获取流量的价值 我认为有什么不对呢 首先我那个抄 确实不应该直接说 应该带个引号 来讲这个事情 在我认为中 尤其关于流量这一块 其实核心就是在 带引号的抄 在借鉴 就是我们非要拿这个点 来争执它的能力 还是争执它的做人价值观 如果是我们判断价值观 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评判标准 放在心里等一会判断 如果判断能力的话 我觉得更客观一些 是基于它的岗位 比如说它到底是找 营销岗 还是找产品经理岗 然后拿那个例子看 印证一下 能不能判断它的优势 至少从刚才的 就是我觉得 制造冲突上 它是挺厉害的 已经创造了好几个冲突点了 但是你的专业的能力展示 到底是拿你的专业 和智慧赢得老板的青睐 还是你的小聪明 至少你现在 从天看完它的资料 我没有看到任何 关于产品和项目经理的亮点 和它的成绩 但是对于一个 我不太了解的领域 我愿意让它 充分地展示以后 我们再做它的评判 就是很明显 看到这儿 作为异项企业 两个企业家 内心已经有了一定的判断 接下来 我这主面试官 就得问您了 你这主面试官 你要调整你今天的意向岗位吗 可能我理解有偏差 我理解的 在我个人理解项目经理中 它有营销是占一大部分的 我实在有必要 再给你解释一下 项目经理 它需要系统地学习 项目管理的方式方法 和你理解那个流量 不沾边 所以呢我现在就是 要么你就改成说 我就是要做跟引流相关的 运营类的岗位 要么你就是去讲你过往 你比如说你上一份这个工作 那在这份岗位里你干过什么 你自己选 你要改营销吗 改 核心就是在营销这一块 好 营销类的岗位 是吧 希望薪酬也是八千吗 对 好 意向企业不改是吧 不改 工作地点也不改是吧 那我想问你 刚才有一段经历 就是你刚才说 通过公寓的流量获取 然后加到了你的私欲 两千个客资 那你这两千个客资 是因为你发了什么内容 而进入到你的私欲群体 第二部分 你这个私欲群体 然后你后来进行了 什么样的转换变现吗 第一个问题是 我当时在某网络平台 然后用了很多形式 就是大体包括正经的 真正来介绍我内容的东西 然后另一块就是很随意的 夸张的一些方式来吸引 就是成功吸引到了 可能不止两千家 最后有五千家 我当时还是那个活动社交平台 我们线下做活动 就是您来交报名费 然后我们来组织这个活动 是有成功变现挺多的 你主要负责引流对吗 对 所以相当于引流完销售你要做吗 要做就是我从引到成交 都是你自己完成的 我自己一个人 那如果销售感愿意吗 比如说把我新媒体的电商 或者新媒体电商营销 就是也是同样的 从供应到私欲你有兴趣吗 对 有 当然有兴趣 我做了一份这种事情 对 来吧 我们有请刘登的六位企业家 根据求职者陈一鸣 今天的面试表现 确认你们的选择 有请各位 祝贺你 还剩一盏灯 进入到最后环节 谈钱不伤感情 好 秀徒师美妆给你的岗位 其实我们也算是渠道运营了 就是渠道营销 我们目前因为今年会大力发展私欲路径 我相信你说的话前面的 所以我愿意给你这个岗位 然后就渠道营销跟私欲渠道的经理 然后我们的底薪是6K家 当然如果你的能力产生价值 你的产出的价值越高 那你收入是没有天花板的 考虑一下选择修徒师 或者谢谢再见 计时开始 好 时间到 你的选择是 选择修徒师 最后二位 来 握个手吧 这场面试其实还挺有意义的 我只是从面试的角度来说 你的态度很好 抗压能力也很强 面对大家的非议争执 你还是表现出了极大的冷静和沉稳 但是你今天的这个求职 就让我对你有一些担心 你真的告诉了我们你想做什么吗 还是仅仅你只是把这个面试 作为你未来的规划 或者你其他的事业当中 一次尝试 我也是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我们会常聚 常见面 我们回头也会关心 马瑞 这个小伙子在你那干的怎么样 对吧 也是希望你能够在那好好干 踏实住了干 你的关键词叫胆大心系 但我告诉你 真正你到企业以后 胆大不重要 心系很重要 好吗 对 再见一鸣 祝贺你 面试成功 谢谢 谢谢各位 然后最后想再说一句 对能看到这个节目的所有朋友说一句 也保持天天开心 谢谢大家 最大的收获是能够让自己更加清晰的 知道自己在哪个一块儿有最大的一些优势 并把它能够一直发扬光大 职场新人如何向面试官证明自己的工作优势 其实对于每一个面试官都希望看到你身上的闪光点 当你希望展示优势的时候 记住三个小原则 第一个是要认真地去看清楚这个职位当中 他需要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把你过往的经历跟内容匹配的地方讲出来 第二个原则是 面试官非常看重一个人的求职心态 你的工作态度将决定了 他是否对你录用的一个关键要素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对于未来工作的期待是什么 你怎样去做好有规划的 向他呈现 如果你加入之后 能带给工作的价值 你就可以赢得他对你的青睐 报名参与非你莫属节目 请将求职简历 发送到非你莫属全篇2010 at 126.com 如果近日之前的各位企业家 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招募人才 欢迎您将企业简介工商信息 发送到非你莫属招聘全篇at 163.com 荣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天津卫视 0-10万 362万 80% 都是数字 这个数看起来特别好 我希望他们给我带来的月收入 362万 80%我希望的是 呃 纯利 好 说动 我觉得0-10万应该是一天的粉丝突破量 362万有可能是年收入 我说是我的感受啊各位 0-10万是今天他来到舞台上 希望你们给到他薪酬的这样一个区间 362万是他入职一年的时间当中 我希望他能够给企业创造的价值 那你们觉得第三个80%是什么呢 要让我说 我觉得这80%有可能是 他会每年在自己的业务领域和自己成长的领域 都能够以80%的速度不断的前进 到底是不是这样 来吧 让我们掌声请出求职者登场 韩家运24岁 曼彻斯特大学教育领导力专业硕士学历 主持人好 各位老师好 我叫韩家运 那之前呢有在B站和美团工作过 我平时比较喜欢摄影和美妆 那用一句话来形容自己的话就是 虽然辛苦但我还会选择滚烫的人生 好 欢迎你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先解释一下 这个教育领导力专业是学什么的 就是我的这个教育领导力 它是属于这个教育学下面的一个细分方向 领导协调方向的一个专业 是这样子的 先说说第一个关键词 0到10万 刚才我替你大胆的猜测了一下 我有听到 我在后面有听到 刚刚 振奋的我觉得 我觉得 就是如果说像你讲这样 我就非常的心满意足了 那就跟你确认一下 你今天的期望薪酬是0到10万吗 倒也是0到10万 但可能是它前面的一部分的薪酬 哎呀 你应说前面的一部分 我估计八位企业家都放心了 也不一定 其实像潮汐5000块钱 还是能处得起的 先说你这个0到10万 代表你职场当中的 一段什么样的经历 这个0到10万 是我之前实习工作的一段经历 是我在B站 当时做的是一个锤类运营 那这个锤类 其实也是B站 当时新开的一个锤类 然后我和我的mentor两个人呢 是在三个月内 扶持了10个从0粉丝 到10万粉丝的博主 就是像10万的话 其实在B站 已经算是一个小博主的量级 那他一天上单的话 可以到1万块钱 就一篇报价就1万块钱 是的 潮汐你好好干 你向他那去吧 我觉得你这几天 应该是没问题的 是的 我也有点羡慕了 就是像这个阶段的话 我们会先去找一些素人嘉宾 比方说我每天大概会看800条 B站的视频 800条 对800条 看这些视频 然后去体炼他们视频当中的一些关键词 然后去找一些共性 然后这样子分析出来 大概可能的一个包款方向 以及之后我们怎么样去培养这些作者 成长为10万粉丝这样子 你说说吧 你用了哪些方法 让他们实现了这样的结果 达到了这样的结果 明白 其实这个来说的话 我们会分一些阶段 那比方说我们肯定先有一个非常大的盘子 知道有哪些人他有意愿想要来到我们这个平台里面的 嗯 那在我去了解的时候 比方说我去看到一个博主 我觉得他很好 然后我聊下来以后发现 哎 他有一个新的MCN在他的背后支撑着他 那我可能直接就把这个MCN里面的人 就直接拉过来 明白 接下来第二步呢 你要在三步之内说清楚你怎么做的啊 第二步的话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流量池扶持的激励 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一个底线的流量加热的情况 然后给到这个情况以后我们会先看一下 哎 到底他跑出来的效果怎么样 或者说他的波转粉的比率怎么样 然后慢慢的我们去给他挑选人 然后并且加热这样子的一个操作 对 好第三步呢 第三步呢就是我们会大概捞出来50到100人这样 我们觉得非常有潜力成为10万粉的素人嘉宾这样 然后我们会给他到一些像我刚刚说到的 我所了解的可能会产出一些报款方向的一些 作者教育的方式 给到他们一个作者激励扶持这样 好 三步大概 刚好三步说清楚了 好 为什么要告诉你三步呢 是因为刚刚在你这个环节的面试当中 嗯 有些冗长 是 接下来的阐述一定要精细 好 一定要精细 因为你不是个小白啊 好 你是有着非常不错的过往业绩的人 所以说在提炼的时候要更精细一些 好 好的好的 你自己现在也在做短视频 是的 现在也在做一个自媒体博主 那刚刚的362万 现在我可以揭晓吗 可以啊 说说吧 那个362万呢 是我的一个报款视频的播放量 那那个视频呢 现在的话也是有20万多的点赞了 完全你自己做的 是的 这个是什么方向 摄影美妆的方向 摄影美妆 是的 那我们赶紧看看吧好不好 好呀好呀 好期待哈 刘雨 尽快乐 完全没有化妆 也可以从普通女孩变成真一样的样子 我给这个妆容起了一个名字 叫做舞台大猎黑天鹅妆容 每个女孩都可以变成自己的天鹅哦 我的私藏APP 视频导入Wing 可以多段视频一起导入 选择精神五官调整五官轮廓 粘液的嘴巴和性感调大一点 精彩美线里面可以小头 然后如果你是全身的话 还可以瘦身 增加高光类似于填充面部一些皱纹 色温降低 冷艳感美女就出来了 来看看效果吧 所以说呀 虽然科技在不断地进步 我们的社会在不断地发展 但是有一些传统的事物 依然有它顽强的生命力 比如说 现在还是更多地依靠线下来相亲 在这儿我们也提醒一下 所有的单身男女 相亲还是建议您面对面地 来选择您的伴侣 我评价一下这个作品 这个作品很聪明 您说 首先第一个呢 他选定的人群很精准 因为很多博主希望能拍出 又美又漂亮的照片 他们必然要看 而且会一遍遍地看 然后去模仿 而且你把每一部都操作得 非常的简单 就是我只要看这视频 看个两三遍 我就会自己操作 是的 非常简单 非常好 聪明的做法 那个曹熙你不看短视频吗 这种短视频的话要非常多呀 同类型的很多 但是你放心 只要是想美的人 他每一个视频他都会看 但是我没觉得 他这是一个短视频的一个制作 其实就是一个把美图秀秀逐一拆解的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我会认为他会教给素人化妆 精细的化妆的手法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讲更有吸引力 黑姐 黑姐我一定要说你out了 你不要把这个用户们看得太聪明 很多人根本不会用美图秀秀 调白 瘦脸 很多人都不会 那个曹熙不是我们把观众看得太聪明了 而是像你这样的观众太少了 大家不要去分析了 因为刚刚他自己说了 就是他对一款视频 就是能不能成为爆款 有自己的见解 那你能不能讲一下 你为什么会觉得这款视频可以成为爆款 这条为什么是爆了的呢 是因为我开头的时候 是有一个对比视频在的 那把这两个视频放在一起 我朋友看的时候就说 哎呀 你这个视频怎么拍得这么的夸张 这么的感觉跟你本人不像 这样子的话 其实就是给很多普通女孩一个机会 比方说他今天想去尝试一个 明星妆容 明天想去尝试一个 东班里面的妆容 他都是可以尝试的 你的第一点就是简单易操作 有对比性 对吗 能不能第二点这样帮我们讲 第二点呢就是当时其实是有跟到一个热点的 这个也就是跟我的选题方向有关了 当时其实刚好是Black Pink 非常火的时间段 然后我是仿了里面的一位女明星的一个妆容 还有我的服饰也是跟她是 服饰还有发饰跟她是基本上是80%同合的吧 库老师啊 你这种大直男问的问题 小韩肯定回答不上来 其实你跟一风都是站在男士的角度去讲 我就问她一个问题 你想让那帮女性用户看你这个视频之后 第一个感受是什么 即使她们不会化妆 但她们也可以变得非常好看 答案已经说出来了 其实你们知道做得好的短视频博主 为什么大家喜欢 或者说为什么她能够火吗 所有做得好的短视频博主 她的核心要义只有一条 你可以和我一样 快来 也送给电视机前想做短视频的朋友 如果你只是想给大家秀 我知道的多 我懂的多 那么一定会有人超越你 但是如果你告诉大家 我有一个路径 你按照我这个就可以和我一样 那所有人都会蜂拥而至 我坦白讲小韩 你并不是在人群当中 多么长相出众的一个女孩 对吗 我不知道这句话应该谢谢您还是 你一定要谢谢我 大卫老师你太直男了 他也是个直男 因为你要知道在社会当中 像你我这样长相的是大多数 是的 但是大多数的人也好 极少数的人也好 每一个人都想美 所以你做到了这一点 但是你没有提炼出 它核心的最终的落点是什么 你今天来找的岗位是什么呀 告诉我们 内容运营 你第三个关键词叫做80% 那80%指的是什么呢 这个80%的话 除去我一些休息啊 睡觉啊 洗漱这些时间 我觉得我现在的工作 大概是占到我生活的80% 我有大部分的精力 已经是在工作当中的一个状态了 因为互联网确实也是需要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在的 您现在是单身吗 就是 是单身 对吧 就是按照这个比例的话 很多就是单身的 在互联网公司 都在90%到95% 那您这个80% 还是蛮弹性的呀 工作不饱和这个 不是不是 我想说的是 这个就是相比于我生活 就是还有上下班呀 吃饭呀 这样这些时间以外 孩子 凭我的不解释 确实是没太饱和 是 但是人家说的饱和是 希望你能够继续努力 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 好 了解 那个小韩 我说到这儿 我挺大的有一个疑问啊 你的这个运营 是以摄影和美妆 为两个方向 对吧 是的 但是呢摄影 我们看不到 你的摄影的专业性没有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你说美妆 可能是我有点out了 但是我觉得核心是没有的 你是互联网方向 具体哪个领域 对 哪个领域 你给他画一下像 我觉得您问的特别好 就是关于我这个专业性 虽然没有那么专业性 但是说实话 就是像这个做账号的话 我的粉丝可能 他也并不是真的 想要去拍出来 孩子 成天大天 小韩 我打断你一下啊 这个不是他最想问的问题 你不用跟他解释 我知道你很客气 很有礼貌 但是人家企业家 问你的问题就一个 你这个产品运营 互联网方向 你究竟干的是哪一块 明白 就是我觉得像互联网的话 因为我之前有两段经历 第一段是在B站 第二段是在美团 在美团这边的话 我主要是负责的城市运营 这个城市运营 之前也是从单个城市 现在做到了八个城市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不是 我觉得家运抱歉 我得打断了 你的那个逻辑点 被大卫老师最开始就提醒了 一二三观念点 你的那个荣常的前追 让我们听不懂你要说什么 小韩你告诉我 你到企业之后 你想做哪方面的运营 现在的话 其实我还是比较偏向于 内容运营的 它可能不单单说是一个账号 它也可以说是一个 锤类一个内容方向 我觉得这些 我都是比较擅长的 你要做内容运营 其实最大的这个 可能挑战点在于用户思维 你看你说到现在 主持人一直在提醒 你要简练一点 你要干脆一点 但你回答得特别冗长 其实我们在座的都不想听 我们抓不住关键点 大家想要什么 要有用户的视角 我觉得我今天表现 整体还可以 但是就是有一点紧张 所以可能有一些内容 没有说特别清楚 觉得有点遗憾 这样吧 我们看一下你的执掌情商课 你也缓冲一下 来看大屏幕 你和你认为最好的同事 吐槽了领导 结果你被谈话了 怎么办 吐槽了领导 那可能是我觉得 我在工作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 那首先在跟领导来沟通的时候 我会先来说 我遇到了什么问题 以及我之后的一些想法 再和领导去探讨 看看他的想法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这个是可以落地的 这个先是跟领导的沟通 那跟最好的同事去沟通的话 可能我自己会认为说 我已经把你当成我私下聊天的一个对象 但你还是把这个事情说出去了 我可能也会去找他 跟他沟通一下 小波 你为啥灭灯了 他一出场的时候 让我们眼前一亮 觉得形象很好 其他方面表现也不错 但是在整个的回答问题当中 我觉得他对很多事情 包括问题 能不能听得清楚 回答能不能回答得清楚 中间绕了很多的东西 包括刚才问的 其他人经常课 我感觉 他自己并没有完全了解 自己在回答些什么 我不太感兴趣了 我觉得嘉运是一个 就是特别完美的一个形象 包括你说话 都希望保持一个特别理性完美的形象 因为你处理人际 一定是跟你学的领导力有相关性的 怎么协调同事关系 怎么协调上级关系 你讲的是一个很平的官方标准 我看不到你是什么样的性格品质 你告诉我 无论是你吐槽那个领导 还是说你告诉的那个同事 他们俩是什么呀 他们俩是你输出的用户 这背后是用户思维 你要怎么去管理你的用户 你应该想他们是怎么想的 你的语言 你的表达就是产品 现在两个人听到了 一个给你传递出去了 一个最后从传递人口中听到了 这两个就是你语言的用户 你今天来找产品运营港 对不对 是的 你没有找到用户的思维 好 大卫说得特别好 用户思维 咱们聊点专业的 好吗 好 合着半天 我刚才聊都不专业 对 人家聊得挺专业 今天在台上的八位 你的目标客户是哪位 其实今天就是大家 我觉得都很好 我个人的话 就是比较偏向于到家这样子 偏向找我们 是的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是你在简单上写的 你的离职原因 是从想拓宽自己知识的层面 这个离职原因我还 我明白您的意思 不明白 就是我在美团这边实习也很久了 相当于是过了年以后 已经在这边两年了 那我觉得在这边 我的内容运营也学到了很多 那我希望去到平台 其他平台 也可以锻炼我其他的这些能力 当然了我也可以把我之前这些能力 附用到其他的地方 你没有回答 东哥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在美团也是做内容运营的 为什么美团不能满足你 想拓宽自己的知识面 而你到了到家 你就能也是做内容运营 为什么到家就能实现呢 你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觉得今天如果家运在这边找不到工作 我觉得对于他来讲可能是件好事 因为他的整个的职场太顺了 无论是你在做你的短视频 还是你再去应聘的两家公司 其实我觉得你真的是应该 好好地去梳理一下 你还有哪些需要提升的 库尔特说话不好听 但是我同意他 因为你过去工作的两个公司都是大厂 都是非常是个金矿啊 你逃离着金矿 跑出去来挖一个铜矿 我觉得你对你自己所深处的职场 价值没有洞产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位求职者的心理投射分析 这位选手画了一棵参天的大树 特别的茂盛 我们说树代表着事业 但你这幅画没有把树明确在哪儿 第二一个呢 你这棵树和季节不相符 说明你心气可能给自己定位高 你的期望值高 所以我希望你呢 调整自己的定位 调整自己的期望值 明确自己的发展方向 只有这样 我们的事业才会更加趋于完善完整 来吧 七位 请选择 我还是对这些基础素质比较好的一些选手 会有一种就是吸财的这种心态吧 我希望他能够在我们的平台里 然后跟我们的平台共同成长 祝贺你 韩家运 还剩下四盏灯进入到最后环节 谈钱不伤感情 就是我给你一个基础港 做这个企业的这个短视频账号 五千加 之后呢 在天津 内容运营 符合你的职业规划 我们提供的薪资是八千加 岗位地点在江苏的连云港 那我现在给你的这个岗位呢 是新媒体运营的岗位 然后薪水是八千 然后加上一些绩效 我这边呢 是一个助理的岗位 月薪啊 就是八千加 然后工作地点呢 是全国各地 接下来 韩家运出发 灭掉两盏灯 留两盏 回到舞台上 有请 好 谢谢 谢谢 好 有请二位 走上性价台 从你上来就一直在讲 就是你对摄影行业 是非常有兴趣的 那我们公司刚好是 跟摄影行业是强关联的 你之前在做一些账号的 一些经验 其实跟我们公司 还是相对比较契合的 我这边就是做形象礼仪 然后这个区域就是在 北京 上海 深圳会比较多 所以说你来做运营的 这个岗位 好 接下来在 软真迷形象设计 和密拍APP之间 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 给你几秒钟时间考虑 韩嘉宇同学 计时开始 时间到 韩嘉运 你的选择是 谢谢两位老板 这次可能 好 抱歉 感谢二位企业家 为什么都拒绝了呢 首先是就是今天主要是想了解 这位老师的 到家 对对对 然后其次的话就是 钱给的少点 有这个原因 第三 没有第三个 你看 这多简单 是的 今天你来到舞台上 我再看完你资料 想跟你聊两件事 第一件事用户思维聊完了 不说了 第二件事 你告诉我 你干了这么多长时间的运营 主播 达人 网红 他们本质是什么呀 互联网 流量 网红达人 主播 包括你所在的部分运营港 它的实质是工具 是的 互联网现在啊 拉低了人致富的门槛 就好多人现在 因为干互联网相关的行业 挣钱了 火了 他认为是自己行了 错 你只是站在了 时代的风口上 你只是沾了大背景的红利 透过现象看其本质 透过虚假繁荣 看到核心问题 你要向下扎根 好 那如果有机会你做好了 我们欢迎你再来 好不好 好 好 非常感谢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 谢谢 谢谢佳玥 一个是我现在的企业 没有选择我 再一个呢 就是觉得心思稍微有点低了 我觉得就是今天 确实是有点紧张 然后我觉得也很遗憾 如果能下一次再有机会的话 我觉得我会讲得更有逻辑 清晰一点 报名参与非你莫属 请将求职简历发送到 非你莫属全聘 2010App126.com 如果电视机前的各位企业家 也想通过非你莫属节目 招募人才的话 欢迎您将企业简介工商信息 发送到 非你莫属招聘 全聘 App163.co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